今日G點一齊來讚揚一下 粵港海陸空合力的成果 高級督察林苑儀上月25日 在執行期間 因追截走私而意外墮海殉職 其後粵港執法人員 雷麗打擊走私活動及追緝員空 在兩地合力打擊走私之下 日前再有兩名涉嫌殺警的內地疑兇落網 兩地警方日前宣布 公安已於本月一日及二日 拘捕兩名涉嫌殺警的內地疑兇 並且扣查涉案快艇 其後仍會落力追緝幕後主路 今次的青灣行動首次由 廣東海警、廣東公安及香港水警 在粵港水域聯合開展執法行動 首次由海警、公安、海市、海洋綜合執法部門 各自派出艦船 組成聯合執法編隊參戰 廣東省公安廳事後有發布行動影片 行動中可見首次出動警用直升機 廣東省公安廳發現人表示 此次青灣行動中破獲55宗 涉及走私集團的案件 拘捕353名疑犯 查獲860艘大飛等非法船舶等 更扣查一批進口發動機 車輛、凍品、油品及遺禁品 支持兩地合力執法 嚴打走私、追捕疑兇 還高級督察臨遠而公道 車輛、車輛–地魅力 污格蝦–uds Urs מח郭、近江和風 年連活了 Crazy 幸福